其实大部分人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色恐 那虽然我也是见识的不少了 但是有时候去一个新的环境 我多多少少也会有点色恐 那怎么样克服色恐呢 就是要明确你的目标 基本上我去的这种社交环境 大部分都是这个投资类的 那投资类的社交环境呢 一般就是两个目的 要不你就是去找钱 要不你就去找项目 那当你目标明确以后 你就不会想太多 是吧 因为我是来干活的 我是有目的要来的 所以我也不需要担心别人怎么看我 而且你也没必要把别人想得太好 把自己想得太烂 因为每个人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还有社交的时候 尽量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 小红书 帮助我 好吗 我找到最后